挑戰人體極限啦 維恩 超級痛 大對不對 加油 心累到不太能講話 可能已經精神臭亂了 可能是東橋最後一集 有 柏角哥 加油 加油 最後一座橋啦 大家好 我們是東京走的橋 我是包伯 我是維恩 我們今天影片開始怎麼在這麼奇怪的地方 沒錯 因為我們今天要來做一個很瘋狂的企劃 就是我們要徒步步行橫跨東京二十三區 所以我們現在在東京西邊的邊界 我們現在在東京的五藏野市 那它的隔壁就是東京二十三區的山嶺區 等一下大概步行三十秒就進城啦 那我們真的步行三十秒就進入了山嶺區 準備要出發啦 現在騎士點是幾步呢 兩千五百步 橫跨東京二十三區超過三十公里 相當於從新店走路去淡水 從中壢走路去新竹 從雲林走路去嘉義這麼遠 我們所經過的第一站就是西迪瓦站 之後再說我們已經到了下一站迪瓦站囉 我們今天路線的理論上就是從西迪瓦這樣一路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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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賣的走路比較不會迷路喔 其實我們今天這樣子走啊 一方面是可以帶大家看看 平常你來觀光的時候 看不太到的這種住宅區的小巷弄等等 我們就暫時的進到Asagaya的商店街裡面囉 這地方到了晚上是個完全不同的感覺 就很多上班族或是年輕人在這邊附近的餐廳 BAR、喝酒跟吃飯 我們現在來到了阿佐古站 現在來到了8600了 走了蠻久的一個多小時了 喝個控茶休息一下吧 喝完珍珠奶的時候我們又再出發 接下來要走三面去一條蠻有名的道路 叫做桃園川綠道 這條路綠化真的做得不錯 讓人家走得心曠神移 為什麼你當初會知道這條神奇的道路咧 因為我當初想抓水系的寶可夢 然後就來到這邊發現這邊超多水系寶可夢 超有趣的 桃園川綠道最知名的道路是什麼 舊的東橋 我們是什麼 新東洋 新東橋 我們穿過桃園川綠道 這一條就是高原市的商店街 但是我們要繼續往桃園川綠道的方向走 我們現在走到快到中野 開始幾步路呢 目前一萬兩千 我們現在來到了中野了 在這個桃園川綠道大已經散步多久了 大概一個小時了吧 然後從我這個 不是很耐煩的表情 就可以感受得出已經蠻累了 我這個時候就可以查到大概有人準備要休息 再不休息的話等一下就不講話 我們就去找一個好餐廳 休息一下吧 要往中野板上的方向走 中餐吃什麼 Jonathan's Family Restaurant 所以我們就可以坐著休息啦 家庭餐廳這個是很方便的地方 對啊 超棒的 每次我們只要出來拍片 然後覺得很累 然後又不用拍餐廳 所以我們就會選擇家庭餐廳 然後坐下來休息 喜爾斯 才不到一半 三分之一 我點了 漢堡排 加牛排的 牛排 只有三塊啊 三片吐司還慘啊 真的 其實說起來是有點貴 家庭餐廳其實本來就是 主要是讓你像往他休息 好 吃飽之後我們再繼續往前走 往東走 差不多 正式進入新宿區 我們現在才剛剛離開 那個 Jonathan's大概十分鐘 但我們又要再找一個地方 因為 我剛剛連罐兩杯拿鐵 然後我現在超爆香 那樣 有拍慢嗎 解決 YES 我們現在經過西新宿站 我們現在進到新宿人最多的地方 現在已經兩萬步囉 我們剛剛一路從西新宿啊 一路穿到了東新宿 然後我們現在要往有次亞的方向走 好繼續走啦 我們現在正在沿著新宿育苑的這條小路走 然後我們在上次痛苦的鐵腿行程當中 也有走過這一模一樣的路喔 這次會挑戰更加的極限對不對 是一個地獄回憶的一條路 不想再走了 我們這樣一路啊 從西堤花這樣一路走走走走走走到四谷 發現我們的真的在好多地方拍過好多片喔 我們拍片的足跡遍布全東京 像我們現在在的這個地方 之前我們來拍過一個親子的特輯 一個消防的博物館 這裡去秋葉原 來到了尤之亞四谷站 請問這是我們剛剛半個小時的第幾號 第四了 那個咖啡兩杯實在太濃厚了 真的 真的 我們已經快破上次鐵腿一日遊的紀錄了 上次鐵腿一日遊大概多少 三萬步 加油加油 到神樂版的Candell Cafe 休息一下吧 想坐下來的心情是多少 跟我現在 就跟我想結婚的心情一樣強烈 哇靠 慘了 乾了乾了 休息休息 喝完了可能要咖啡之後 我們來繼續出發吧 那這是哪一站呢 從飯田橋站繼續前往秋葉原吧 什麼站 水稻橋 我們來這邊幹嘛要購物喔 第五次能釀釀釀 剛剛還是不應該喝茶的 北刀橋這邊最知名的就是後樂園跟東京洞 走幾步 兩萬八千吧 你看現在天色已經有點晚了 我們大概從十點出發走到現在是六點 然後我們接下來要從我身後這條路 繼續前往秋葉原 我們現在這邊是挑戰極限的死亡上坡 對啊 這一段真的是目測就覺得超累 浴茶之水站 我在東京生活兩年的經驗 我對我Candell敏之的印象就是 它可以轉車 然後還有這邊有泰國料理可以吃 終於進到了千代田區啦 我們現在走到這個燈火透明之後 不知道就知道哪裡啦 就是出現在我們影片中相當多次 AKA宅男天堂的 求業員 看天天走這麼多路有沒有走運 一千元的 豪華販賣機 突然有一種會後悔的感覺 因為我買這個要賣包包 沒有增加包包的重量 真的 這家 後面這家燒肉店 根據Bob的說法好像是蠻熱門的 因為他可以用便宜的錢 就吃到蠻高級的和牛 在往左邊還有SOD SOD應該才是我的重點吧 繼續步行 什麼站 正式來到秋夜園 好啦我們也離開秋夜園啦 接下來要去哪裡囉 接下來前往亮國 這家營的招牌有沒有覺得很熟悉 Tai Box啊 對因為他學咖啡店 可是明明就是賣收入 後面有一群人在幹嘛 我們在抓到寶可夢 日本人真的是 好夯啊 錢 草 喬 我到了 三萬 三千 腳已經有點撐不住了 所以就 坐個五分鐘 不然沒辦法動 加油加油 還有蠻久的 什麼飯店 公橋飯店 Yes 從現在開始啊 我們就算是 離開東京的中心區 所以接下來呢 繼續往千億的方向走 會非常非常的無聊 什麼橋 兩國橋 走過去就到兩國囉 第幾尿 好像第六了吧 不過這一次是Bub提的 兩國這邊是以什麼為紅的呢 巷 前面就兩國站啊 接下來等著吃晚餐啊 乳酸堆積的代表 已經爆了 我現在沒辦法動 嗯 慘了 在這邊你買飯過來餵我嘛 我們覺得吃什麼 鳥貴桌 就是我們 在東京的好朋友 不知道吃什麼時候 就吃這個 因為它便宜 然後又說蠻好吃的 27公里來說 你看看那個感想嘛 現在 剛大概查了一下 然後 因為我家住新店嘛 然後我們目前走的路 大概家家前幾 就是新店走到淡水 瘋了啊 那種新北市 穿越整個台北市 然後再到新北市 這樣有一點 不可思議啦 覺得自己竟然 角力好像有點強 這樣 不切實際 不切實際 等一下還會再走 還沒完 我們吃完鳥貴桌之後 我們就回到無情的道路上 繼續往下走 繼續捏帶腿吧 基本上這邊 開始都沒有什麼 路上可以看的東西 就一陣無聊 挑戰筋肉極限 肚挑戰筋肉極限 魔鬼筋肉人 為什麼那麼晚了 然後還在我們路上 一直不停地走 這路見不到底耶 這到底是什麼 爛氣話 我不知道 稍微往前走一點 就可以到景氣亭囉 夠啦 夠夠夠夠 我們現在到什麼站啊 景氣 我們走了幾步 28000啦 哇哦 然後就要進入真正的黑暗地帶 我們下一刻就直接跳結尾了 好不好 拜託 走到這麼久 我已經累了像我阿嬤 所以要吃Sneakers 把一半給Bob 算是一個好夥伴了 好不好 是哪裡 來到了江東區 沒想到我們還要再跨一區才會到江湖川 加油 我們現在快到龜虎站了 我們先休息一下 做個五分鐘 對 覺得人生坐在公園裡面休息是多爽 真的 我終於體會那個街友們的心情了 太好了 全身舒暢喔 好爽 就這樣吧 結束這一回合 對 地震有點啞 對不對 對啊 我們竟然還要再走兩個小時 現在已經快要十點 然後 等一下可能會趕不上終點 還要坐見這位家 之類的 所以 滿辛苦的一個情報 加油加油 什麼車站 來到了龜虎站 最後已經達到四萬了 恭喜 感覺這邊此地真的是不太能夠久留 如果是自己來這邊玩的觀光客 就是大概十一十二點的時候 還是不要來這邊 因為小心跟人家鬧事之類的 不要來這邊玩 沒有什麼 哈哈哈哈 那樣在進行的大叔 對啊 因為這樣才能把速度拉高 偉安探路中 老哥加油 衝啊衝啊 上橋去啦 馬上就下橋 這橋在搞什麼啊 好像已經變成我個人生存的紀錄片 真的 火熱橋可以到哪裡 江湖川區 終於 最後一區了 今天最後一區了 超誇張的 我們進到二十三區的最後一區了 真的是 太厲害了 Apple Watch剛剛跟我說 對 我走了 目標活動的三倍 哇 百分之三百 厲害啊 現在快到 那這邊就是真的完全完全的住宅區 這樣子 看看我們後面就知道了 對啊 但還好沒有很暗啊 就是還是有一些就是商店等等的 那我以前住了 對 三支輪的區域很像 就是完完全全的住宅區 沒有時間帶大家過去 不過那邊就是車站 我們要繼續趕路 GO 我們今天的最後一條橋 平井大橋 其實倒數第二條 蛤 對 但這條橋應該是最長的 這個平井大橋啊 根本看不到幾耶 太可怕了吧 但是我跟你們講 對 因為我走都踩路橋 對 所以走其他的橋 根本就不夠了 加油 你覺得今天的行程 推不推薦給觀光客 我覺得如果任何人來 想要走這套行程的話 我覺得你們應該有 BIT 四川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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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嗎 對 那個牌子上也四川橋 我們最後一站是四川 OK 沒想到啊 過了江戶川區 竟然還有一區叫做 個市區 我們現在來到新小巖附近 那這附近有什麼 很有名的東西呢 我們來這邊吃過 一燈拉麵 對 是日本第一名的 現在腳已經 大概超出極限了 超級爆通 加油 現在這個時間點的這一區 基本上路上 已經沒有什麼行人了 只有車子的聲音而已 對啊 而且 已經這道 不太能講話了 走了超過四萬五千個 加油 加油 我們又從葛市區 又回到江戶川區 真的是 怎麼一直 賴賴賴賴賴的感覺 在鬼打牆一樣 對 我們可能已經精神臭亂 對 可能是東橋最後一集 下一站是西底蛙嘛 對不對 對 下一站是那個 中校東 是不是世界上 第一組人馬 就是從二三區 這樣橫跨 拍成影片的人 應該是 然後我們剛剛在聊天嘛 然後就說 雖然這樣子 這影片大概也不會紅 對 所以我就是一種 一生中總是做一些 感覺有點無聊無厘頭 然後有點瘋狂的事情 然後 也不求什麼 紅或不紅 就是爽啊 好玩啊 對啊 好玩就好了 三釘木 繼續走吧 GOGOGO 挑戰人體極限啊 文 超級痛 大對不對 加油 有柏角哥 加油 加油 你可以的 到時候 這隻可能有 兩三千個view 對 他媽的 到底是什麼東西啊 可不可以想一點聰明的企劃 在平地走稍微好一點 但是只要一走 往上走或往下走 那個腳真的超級無敵酸的 現在幾點 早幾步 我們已經走了 晚上11點15 然後已經49000步 哇 35.79公里 最後努力 加油 最終的大頭目啦 又是一條橋了 過這條橋就要牽液去啊 因為已經趕不上了 所以我已經隨便走了 加油啦 別急啦 在我們要進到千葉之前 你對這次的旅程有什麼感覺呢 現在沒感覺 只覺得太累了 小偉座橋啦 我們看到後面那個小小小小小小小的招牌 我們就知道到哪裡了 我們終於來到千葉了 YES 喔 很誇二三去啦 哈哈 哈哈 現在正式來到千葉的四川市 我們最終已經到了四川車站 總是幾步呢 我們走了52928步38公里 哇 橫跨東京二十三區囉 嗚呼 好啦 以上就是東橋橫跨東京二十三區的創舉啦 我們總共走了將近五萬三千步 然後三十幾公里 並從新店走到淡水都還要再更遠啦 真的是太厲害了 好啦 就這樣子我們要回去休息了 我是鮑伯 我是鮑 大家下次見 掰掰